不死了 反萊豬 国民党发起反萊豬公投 二阶段联署在即 高雄市国民党团议员 也齐聚一堂宣示党萊豬决心 不过政府为了安抚猪农 编列养猪百亿基金 其中这项门槛 让大部分养猪户看得到申请不到 因为我们高雄市的猪农 大部分都还是以一千头以下 的这一些小猪农为主 如果政府这样订定的话 那变成让我们在地的这一些 中小型的这些猪农 让他们怎么样去生存 农委会编列四年近 一百三十亿的养猪产业基金 但申请门槛中就发现 养猪必须一千头以上 但许多养猪户受限空间 不达标准也补助不到 就这个养猪农 你就是不分大小 你就是有钱人怎么行 你不要说一千头 我养八百头 我就不能补助 这样不对嘛 全台有六千六百多家养猪场 南部就有两千九百一十三家 占比超过四成 屏洞最大宗 但一停到门槛 必须要牵头以上 猪农痛批政府 是拿钱去救济 有钱有地的大租场 至于养猪协会理事长 对于百亿基金 看法悲观 理事长的悲观起来有字 看看台湾猪批发价 每公斤破百元 莱猪才七十八块钱 不用来寄每猪也只贵零点九元 每公斤就比台湾猪便宜二三十元 未来莱猪进口 就怕小吃业顶不住价格压力 用莱猪料理 冲击的不但是国内猪龙 恐怕也把石鞍给配进去 记者屏东高雄综合报道 众力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